有調查顯示 受訪近八成市民拿消費券後 會用在日常開支和交通 反映經濟還未復甦 市民不敢貿然消費 工聯會在今月23至28日 以網上問卷訪問大約1600個市民 發現近八成受訪者 預計將消費券用在日常交通和家居開支 而打算與親友聚餐和購買家具 分別大約四成半和四成 工聯會認為 結果反映疫情下 家庭經濟負擔沉重 市民消費偏向審診 另外消費券可以用在支付交通費 但只有八特通 才可以領取公共交通補貼 工聯會說 有七成八受訪者期望 政府可以將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割展至其他電子支付工具 工聯會建議 以政府將電子消費券計劃行常化 作為紓困扶貧工具 並擴大電子支付使用 包括用作各種福利計劃的支付平台 無限電子支付更進行 無限電視記者一吻金布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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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